第一千零一十六集 无耻也是人生 风雨柔温婉一笑 没有说话 月灵雪既然恢复了五成半 风雨柔和月灵雪夫妻一体 那就绝不会只是恢复了四成 这是不用说的 这么说 两位现在的修为相当于九品中 九品上 风雨柔再次纠正 不由的抿着嘴笑起来 厉害 楚阳完全放心 两位九品上至尊压真 现在对方家族高手很少 基本上已经是万无一失 不过呢 也有个隐患 这次乃是强行的掩盖伤势 若想要完全恢复生命本源 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以现在的情况 要是与九品至尊巅峰强者一战 恐怕生命本源会立刻崩溃的 风雨柔 生死关头 不得不然 要不然大家都得死 不信任也不行啊 但是信任终究是信任 月灵雪肃然道 若不然五绝成可比我们要强大 而且现在的基础 也要比我们还要深厚一些 你为什么不选武绝成呢 除阳苦笑一声 你以为我敢呢 但你对我们却敢 这就是信任 信任与生死无关 月灵雪是个耿直的人 他认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你否认也没用 不过两位前辈既然身体痊愈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势敌以弱了 楚阳挑了挑眉毛 月灵雪深深道 那就看第一个追过来的是谁了 是谁会那么迫不及待的 想要我们夫妻两个死呢 楚阳淡然一笑 要是我估计不错的话 绝对不是诸葛家族 而应该是兰家 月灵雪皱皱眉 兰家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人哪 尤其是忘恩负义的人 往往第一个要杀的 就是自己的恩人 他会迫不及待的杀死自己的恩人 杀死自己对不起的人 杀死能够让他自己感到愧疚的人 这是人性 坏人的人性 风雨柔和月灵雪都沉默下去 两人同时感到 如果第一波来的真是兰家人 那么自己两人会是如何的心寒 楚阳笑道 两位前辈既然已经恢复 那么就为我护法一次 我恢复一下伤势 风雨柔二人连声答应 楚阳这次将自己肩膀上小腹中的短剑拔出来 先前不敢拔 一拔之后 精气神泄露 暂时无法恢复 就不能为风月护法 而且 风月的事情 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所以 楚阳只有硬挺着 现在 却也无妨 看着楚阳如同从自己的身体里 拔出几根寒毛一般轻描淡写的 将三柄血淋淋的匕首 深深地拔出来 那般的轻松如意 那般毫不在意的淡然 风雨柔嘴角抽出两下 月灵雪的眼中 却是露出了赞赏 然而 当如是啊 楚阳服用了一颗 不完全版九冲丹 然后 一时就沉浸进入到 九节空间中 剑灵啊 你曾经说过 得到剑钢之后 我可以吸取那 独龙胶的内核之力 与天地精华珠子 还有七阴寒气等等 剑灵失笑 你这记性 还真好啊 那时候 我随口说过的话 竟然记得一清二楚啊 随口说的 楚阳一瞪眼睛 你什么意思啊 虽然是随口说的 但却绝对是真话 怎么 想现在就开始啊 楚阳哼一声 哼 现在不开始 还等到什么时候开始啊 月灵雪和风雨柔 都很警惕地为楚阳护发 然后 二人渐渐地就发现了不对劲 楚阳胸前双肩和小腹的伤口 在慢慢愈合 对这一点 两人并不十分奇怪 九节建筑的九重丹 本就是能够治愈一切的灵丹妙药 若是不能恢复伤势 那才叫奇灾 但是 楚阳这运功恢复伤势 可是 这气势 居然越恢复 越雄魂狂暴起来 而且 一股苍凉的气息 从他身上泛起 带着一种不属于人类的 灵兽霸主 那种气势 也在逐渐地抬头 随后 楚阳浑身一震 吐出一口紫黑色的淤血 风雨柔查看一下 楚阳的气息 忍不住一声惊呼 险些就叫出来 一把抓住月灵雪的手 圣极八品 而且是无声的突破 这真是个妖孽啊 月灵雪不动声色 抓着妻子的手 看着楚阳 心中盛起了感叹 随后 楚阳的气息 逐渐提升 提升到 圣极八品巅峰 就似乎停顿一下 然后轰得一声 沉闷的声音 圣极九品了 风雨柔 震惊地对着丈夫传音 月灵雪微笑 传音回去 对九节建筑来说 这很正常的 风雨柔不由得有些鄙视 说的就跟你见过九节建筑似的 安慰人也不知道怎么安慰 月灵雪呵呵一笑 风雨柔道 夫君 刚才没先的事情 风雨柔凄惨道 我们两个风月双修 本来就很难有孩子 从数千年前我就说 你 你可以纳妾的 月灵雪苦笑一声 你以为我没想过呀 我想过的 这个世界 三七四妾呢 是常事 司空见惯 习以为常 但是我承受不起呀 我纳妾 是需要感情的 而且也需要责任 若只是为了孩子 就纳个妾室 生完孩子 估计我也就什么想法 都没有了 那我岂不是害了人家 一辈子 还在你的心里 一辈子都种下一根刺啊 感情 却又实在是难以分出去 不得不说呀 我们这风月双修身工 的确是好东西 让我一练功 就会想到你 我对别人产生感情不难 可我不能不练功吧 傻丫头啊 你夫君也是个男人 也知道三七四妾的好处 这还用你说 但是 谁让我家的柔儿 让我这么着迷呢 刚说到这儿 突然听见身旁 呕的一声 似乎有人在恶心的呕吐 回头一看 只见楚阳宝相庄严的练功 心无旁骛 却是一张口又吐出一口淤血来 原来是在排除淤血 两人顿时放心 夫妻间说话有些肉麻 不足以为外人听到 两人都有一种做贼的感觉 见到楚阳 楚阳其实并没有听到 这才放下心来 风雨柔幸福地一笑 梅仙是有些自私 不过 对你也真是一心一意的 不提她了好吗 风雨柔 含情默默的 我好喜欢 月灵雪柔声道 我更喜欢 因为你一直都在我身边 未曾离开 哦的一声 身后又传来呕吐的声音 楚阳又开始排除淤血 没办法 不排除淤血 对伤势不利 而且在关键时刻 听到某种话 不排除淤血 还真不行 实在是忍不住啊 这次月灵雪 却是没有容忍 抬脚就踢了她一个跟头 小鬼头 你懂些什么 风雨柔粉面通红 终于低下头去 一句话也不说了 楚阳跳起来怒道 我这正全力运功疗伤呢 你突然一脚 我走火入魔怎么办 那是你胡该 楚阳哼哼一声 再度盘膝坐下 这次却是很快就入定了 紧接着 风雨柔就感到 楚阳身上 突然间开始散发出 一种沁骨的寒气 这种寒气 竟然让风雨柔 不运功都无法抵挡 月灵雪也同样 发现了这点 看来这家伙身上的秘密 还真是不少啊 两久 楚阳身上不再冒出寒气 但是四周的天地寒气 却开始向着他的身体汇聚而来 就在这时 楚阳睁开了眼睛 两人同时感觉到 现在楚阳的眼神就像两颗寒星 闪着凛冽的光芒 而这种奇怪的光芒 一闪而逝 楚阳的眼神又恢复了温许 微笑道 他们还没来吗 月灵雪道 还没有 楚阳站起身 在急迟的雪橇上伸了个懒一号 既然如此 我回我那架雪橇去 两位前面 莫要忘记 你们伤很重的 哈哈哈哈 好 楚阳也黑黑一笑 身子拔起 凌空一转 就到了第一架雪橇上 雪橇往前猛冲 下一刻 眼前一亮 又出现在了 无边雪原之中 莫青武见他回来 眼睛一亮 嘟起了嘴 又靠在他身上 孟超然 安然坐在雪橇上 怀中抱着凌寒雪的长剑 微笑道 杨阳啊 在这么多人中 恐怕只有 为师我是你的拖累了 楚阳深刻的说道 可是师父在这儿 徒儿心中很快活 他顿了顿 青武的师父 是宁布两位至尊 倩倩的师父 是风月两位至尊 乐儿的师父 是一带独一 武绝成 师父是不是觉得 他们都比你强呢 楚阳歪着头 温猛超然 孟超然洒脱的一笑 摇了摇头 不 恰恰相反 我是认为啊 他们远不如我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叫 楚阳的徒弟 也没有一个叫 谭谭的徒弟 楚阳有些调皮的 笑了笑 对啊 所以啊 师父怎么能是我的拖累呢 哈哈哈哈 孟超然大笑 伸出手指 虚点着他 你个小滑头 另一架雪橇上 武绝成神情轻松 问楚乐儿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那你就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记住 等会儿 一旦开战 倘若情势危急 我会将你扔出去 明白吗 千万记住 顺着我扔的方向展开身法 然后用患毒将自己尽快地隐藏起来 懂吗 很显然 武绝成知道 敌人一旦追上来 那么凭着自己现在只恢复半程的修为 可能是难以幸免 已经在为徒弟安排后路 不过武绝成的神色很是淡然 似乎竟然有些解脱一般 第1016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